北京时间2022年5月8号 一场全球瞩目的拳击大战 在美国内华达州上演 职业拳坛现役一哥 四冠王卡内罗·阿瓦利兹 正式打响了自己 统一轻重量级的首场战斗 然而 在12回合比赛结束之后 无坚不摧的阿瓦利兹 却没能够再进一步 只能沮丧地接受尴尬的结果 而此时 所有人的目光才都聚集在对手身上 这个用拳头打破阿瓦美梦的拳手 正是来自俄罗斯的 迪米特里·比沃尔 比沃尔出生在一个混血家庭 他的父亲来自摩尔多瓦 而来自韩国的母亲 则赋予了比沃尔一张 典型的亚洲面孔 婚后 父母在吉尔吉斯斯坦 生下了儿子比沃尔 年幼的比沃尔是一个好动的孩子 在六岁时 他看到了成龙的动作电影 开始对格斗技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父亲的举荐下 他开始学习拳击 启蒙教练 正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功勋教头 希尔盖耶维奇 沙拉伯夫 与其他同龄孩子相比 比沃尔有着更大的体重和身材 因此 他往往可以依靠出色的身体素质 在业余赛场上 击败了许多年龄更大的选手 比沃尔的童年 几乎在农田里度过 他会陪着父母 一起种植小麦和洋葱 而每当有比赛 父亲总会开着一辆老旧的奔驰 送他去比赛场地 我的父母说 俄罗斯有更好的经济条件 所以 在我11岁时 我们全家搬到了圣米德堡 当时的我们没有钱 9个人挤在一间两居室 为了生活 我们只能卖掉家乡的房子 虽然生活辛苦 但是 比沃尔依旧练习拳击 在家乡打下的坚实基础 让比沃尔受益匪浅 少年时代 他在全国和欧洲赛事中 大放一菜 甚至两次获得U17 世界冠军头衔 依靠着扎实的俄式技巧 和出色的身体素质 比沃尔又在世界青年锦标赛 和大运会中为国增光 比沃尔不但拥有良好技巧 同时也具备了一颗战士的心 在喀山大运会的半决赛上 比沃尔右手韧带撕裂 伤口露出骨头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 而是带伤杀入决赛 虽然最终只获得了比赛的亚军 但是比沃尔坚强的斗志 获得了所有人的尊敬 在业余赛场上 勤奋的比沃尔进行了283场战斗 最终以268胜 15负的辉煌战绩 告别业余拳击 而他也终于用自己的比赛所得 为家人贷款购置了一套房产 2014年 比沃尔前往美国 在那里 他见到了真正的职业拳击 美国浓厚的拳击氛围 让他深深意识到 所有的拳击历史 都是由职业拳手改写 随后 回到俄罗斯的比沃尔 与推广公司正式签约 成为了一名职业拳手 2014年11月 比沃尔在俄罗斯 打响了自己的职业首战 虽然初出茅庐 但是 比沃尔在拳台上 展现出自己的绝对实力 凶狠的俄式风格 加上充满侵略性的打法 让他在前六场比赛中 全部KO对手获胜 并且取得了WBA 周级冠军头衔 随后 他在第七场比赛中 两次祭祷 此前保持不败的 菲利格斯瓦莱拉 如愿获得了WBA 临时世界冠军 在获得11连胜之后 比沃尔被WBA 提升为正式冠军 三次成功未免之后 为了让比沃尔 有更大的知名度 推广人 科尔尼洛夫 为他促成了更强的对手 加拿大前世界拳王 让帕斯卡 虽然帕斯卡 已经不负巅峰 不过 他强有力的拳头 仍然可以摧毁 所有对手 比赛中 帕斯卡试图和比沃尔 进行正面攻击 技术和速度俱佳的比沃尔 显然没有上当 避开了帕斯卡 多次致命中拳 双方打满12回合之后 年轻的比沃尔 以绝对优势 获得了比赛胜利 而接下来 对阵小乔与史密斯的比赛 则再一次 让所有人见证了 比沃尔精湛的技术 面对着曾经战胜 老妖霍布金斯的史密斯 比沃尔没有给对手 任何机会 不仅出拳数 超过史密斯将近一倍 命中数 更是达到了恐怖的 208比39 此后 比沃尔被WBA 升级为超级冠军 而他也分别在 卫冕战中 击败了卡斯蒂略 理查兹和萨拉莫夫 以19战全胜的战绩 完美捍卫了自己的 超级冠军头衔 在实现了168棒 大门关之后 拳坛现役一哥 卡尼罗阿瓦利兹 在2022年宣布 正式进军轻重量级 希望创造新的墨西哥奇迹 而他选择的第一个对手 就是WBA的超级冠军 比沃尔 赛前 阿瓦依旧是媒体 全迷和博彩公司 所追捧的热门 由于此前曾经在175棒级 KO过碎骨机 科瓦列夫 因此 阿瓦本场比赛的赔率 甚至达到了一赔四 几乎所有人都相信 阿瓦利兹将击败比沃尔 继续横扫175棒 然而 比赛过程却让全世界 鸦雀无声 阿瓦雷兹曾经无坚不摧的拳头 在比沃尔面前完全失效 而比沃尔仅仅依靠 简单的直拳 便可以轻易摧毁阿瓦的防线 造成连番重击 此外 比沃尔注色的移动 和优秀的身体素质 也是一道 无法逾越的胜利关键 阿瓦雷兹在一次又一次 无功而返之后 变得越来越急躁 甚至险些在比赛中爆摔比沃尔 最终 双方打满12回合 比沃尔凭借着出色发挥 让阿瓦雷兹尝到了8年来的首败 这个结果 让所有阿瓦雷兹的全迷大失所望 甚至有人当场失声痛哭 但是在赛后 比沃尔的表现 却赢得了阿瓦的尊重 他是个出色的战士 也是一个伟大的冠军 今天晚上 我的失败没有借口 在成功击败阿瓦之后 比沃尔随即成为了炙手可热的超级拳王 尽管他500万的出厂费 比起阿瓦的5000万加PPV分成来说 实在有些寒酸 但是比沃尔并没有太过抱怨心仇 而是希望有机会 可以和同胞贝特别夫 打上一场统一战 很显然 除了拳台之外 比沃尔是一个安静的拳手 他现在和家人生活在美国 依旧保持着每周五天的训练频率 而在谈及未来时 比沃尔希望自己能够再进一步 甚至可以降到168磅级别 去争夺阿瓦雷兹的四条腰带 如果阿瓦雷兹想要负赛 我会给他这个机会 而如果他不希望再打一场 没问题 我也会走好自己的路